27号晚间遭中共警方传唤的北京著名维权人士胡佳 目前已经被押回家中继续远禁 胡佳向本台表示公安已经跟他表明了 现在是初步调查 年后他可能还会被带走 不过胡佳认为自己做事堂堂正正 符合普世价值 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也绝不会就此而退缩 1月26号 大陆维权律师徐志勇被判刑的当天 胡佳在北京住所被多名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带走 胡佳在推特上表示自己已经做好被羁押的准备 如果24小时之内没有音讯 请亲友通知他的律师 24小时的传唤结束后 回到家中的胡佳仍然没有获得自由 继续被软禁 胡佳对新唐人表示 他很有可能还会被国保继续传唤 下一步可能被拘留 甚至被判刑投入监狱 当局是很清楚的 许志勇他本身 他参与这些活动是很少的 他判四年 可以看看 我应该判几年 是不是应该是那个数字的两倍三倍的 山东丁国家政权再判的话就累范 累范就11年起 以后有一书既往的做我该做的事情呗 胡佳说 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的6名警察 带着后后的材料 先后对胡佳进行了24小时的询问 包括胡佳去年到现在发表的言论 甚至推特上的留言 以及和朋友参与活动所拍摄的照片等 针对的主要的事件呢 包括我对丧人行政中央洛杉磯格先生 说过 我不要相信中共会在所谓宪法框架下 实现民族群于辞职 还有组织重返天安门的这种行动 以及参加海外发起的天下围城 就是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接力绝食 这个没有什么可隐晦的 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是我的责任 这些事情都是符合普世价值 是我的基本的言论自由权 表达自由权 我从一个辩护律师的角度 那他仅仅是比如说声援 许志勇 王公权 要求官员的财产公事 要求教育平权 然后现在被抓了 他们去声援 不管通过一种什么方式 我觉得呢 它是一种和平的表达方式 它是不构成犯罪的 事实上 从1月17号赵紫阳祭日开始 胡佳一直处于被软禁之中 而警方传讯的理由是涉嫌寻衅滋事 胡佳的妻子曾经验质疑 在软禁和警察陪同的状态下 胡佳如何寻衅滋事 我做的是那种询问时的铁椅子 就是犯罪嫌疑人做的嘛 头一个是在昨天的五点多 审讯到今天凌晨一点 今天下午又审讯了几个小时 他们的态度一直是比较平和的 没有像去年3月14号国保总队的那些人 对我进行殴打 头部受伤嘛 去年中共两会期间 被软禁在家的胡佳遭到警方 以相同罪名传唤 北京通州区中仓派出所 在审讯期间曾经暴力殴打胡佳 导致他的头部受伤流血 胡佳表示 国保第一次传唤是调查取证 这次是变相警告 国保警告胡佳 他所有的行为和言论 都在当局的严密监控下 那些材料将来有可能成为逮捕他的证据 中国的立法上是存在缺陷的 也就是公安机关动用所谓侦查技术手段 去对公民进行一种监控 他没有一个制约因素 美国警察想去搜查一个公民的住宅 或者要对他上监听手段 他必须经过法官许可 公安机关只是通过自己来批准 他就可以使用 这点从中国法律上是有缺陷的 今年41岁的胡佳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从事多项社会活动 包括环保事业 抗击艾滋病和争取民主人权等 2008年 胡佳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非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半 同年10月 欧洲议会为表彰胡佳在人权领域的贡献 将人权领域中最具荣誉的撒哈罗夫奖 颁给了在狱中的他